好,各位同學 那大家知不知道何謂破壞式創新呢? 跟我們的創意創新的共通性分別在哪呢? 破壞式創新談的就是去觀察客戶的潛在需求 然後幫消費者解決問題 而讓產品達到一個更便利、更好用的過程 講直接點就是跟類似商品的差別是 它更好用、更便宜、更方便 好,那我們的創意創新呢? 是主要是去發掘出我們生活中讓人們不方便的一個潛在問題 透過我們天馬行空的創意 以及搭配我們的創意思考法來運作 把我們的創意可被執行出達到一個創新的過程 而創新的過程就是要讓它可以被量產 可被商業化、可被企業化 進而達到創業的這個階段 所以他們的共通點就是除了破壞式創新的更好用、更便宜 他們的共通點就是都是透過棺材發掘之後的一個創意 然後或者是一個過程 然後試著去把這樣子生活上不便宜的事情 跟覺得很麻煩、很難操作的這個過程 試著用設計、用創意去把它解決出來 所以嚴格說起來破壞式創新可以說是等於創意與創新 因為他們的共通點就是解決消費者的一些潛在問題 進而達到更便宜且更好用的一個操作方式 好,破壞式創新可以說是等於我們現在在談及的課程 創意創新這樣的課程 那他們另外一個共通點就是 他們除了提升生活上的問題 並加以去改善它 讓這樣潛在性問題浮出檯面之後 透過創意讓它更好用 對不對 這是我們所談到的創意創新 跟我們的破壞式創新一樣的地方 那另外還有一點是他們更重要 我覺得是不管是創意創新 以及破壞式創新裡面 我覺得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他們都是以人為中心 以人為出發點 以人為本的去思考 怎麼樣去設計這樣的創意商品 跟這樣的操作過程 而人分了很多種 不可能只有男人跟女人這樣而已 一定還有分老人、小孩、殘障朋友 殘障人士的朋友 而未來又是一個所謂的高齡化社會 以及少子化社會的來臨 所以不支持只有男人跟女人 老人、小孩、孩童、殘障人士 或者是身體不便的朋友 這些都是我們未來必須去 Follow的一個主要目標 我們還是要以人為本去思考 人在操作事情、操作物件的時候 會產生出什麼樣的問題 透過破壞式創新產生出來的更便利更好用之外 也要透過創意創新去發掘出 人們生活中的潛在問題是什麼 來解決以人為操作過程的價值 OK 好 那破壞式創新是在我們創新階段的其中一個部分 創新裡面可以說分支成為一個破壞式創新 然後另外分支出一個維持性創新 好 那我們來談談何為維持性創新 維持性創新就是它本身就是市場上 它已經是很穩了 它不需要去做任何改變 它只要keep住 維持住跟持續進行就可以了 例如說 我們的HTC 我們王雪紅女士 她所創辦的HTC的手機 在台灣其實也是市場率算蠻高的 然後她也是很辛苦一路就是在持續這樣進行下去 在她的這樣子的通訊設備上 這樣子就是維持性創新 或者是郭台銘 他們本身就是有一個很穩固的事業在進行之中 那像我們這樣子 包含我自己 既沒有錢又沒有背景的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必須去嘗試一些破壞式創新的方式 例如說是一個新市場的破壞 或者是一個低階市場 就是低價市場的一個破壞 這樣子是針對於我們比較年輕一代的朋友 日後創業的一個未來的趨勢 我們如何去產生一個新市場的破壞 就是更便宜更好用 或者是一個低階市場 就是低價市場的一個破壞式創新 如何在眾多一樣的產品我們更便宜 那這樣子就是屬於一個破壞式創新的一個未來的趨勢 那現在我們來談談什麼叫低價市場的破壞式創新 或者是什麼叫新市場的破壞式創新呢 低價市場的破壞就是 衝擊原有產品的低價市場 也就是我們讓它更便宜 我們針對比較高階市場不需要商品 然後覺得說它不需要那麼複雜的功能 那它也不要那麼貴的東西 像是平價智慧型手機 我們有一樣的功能 但是我們的品牌卻沒有像某些知名品牌這麼的高 那沒有關係我們就是透過一個更便宜的商品促銷 來破壞原本的市場 而這樣原本市場裡面就有很多所謂的族群 它就是不想要花這麼多錢去買一支 這麼貴的智慧型手機 這時候平價手機出來就讓它們非常的有興趣 它們就願意去花三分之一的價格去買一支 功能一樣的 但是沒有品牌加持 所以又怎麼樣呢? 它們不在意 它們只在意好不好用 那另外一個新市場的破壞就是 還沒有人服務的市場 或者是尚未消費的新客戶 針對想滿足之前未被滿足需求的一個現在的客戶 例如說百元減法 我只是單純想要去修修頭髮 我不想去美容院去既又修又減又要洗 這樣浪費我的時間 針對某些上班族或是時間比較倉促的人 他就很喜歡透過去 100塊他就可以進去 3分鐘5分鐘就出來了 他只是修修蝙蝠而已 那這樣子的方式就有所謂的客群 但是這樣子的百元減法的商店 大多數都是設置在人潮比較多的地方 例如說是像車站 或者是像大賣場裡面 這樣子人來人往 需要只要花一兩分鐘剪個頭髮修個門面 他就可以去跟人家meeting 或者跟人家約會 那這樣子的市場就是所謂一個新市場的破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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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